太好吃了 是不是啊 这个也太好吃了吧 我想要开到那种高点店的 哈喽 今天给大家做的是 核桃书 刚才我在开始之前 我把那个手机 拿这样换 然后我们家刘阿姨说 喂 很漂亮 这边是属于天生励志的那种 是吗 你看到平常这么少化妆 为什么呢 还有我化妆吗 我化妆和不化有什么区别 化妆师 化妆师 那就是说你那个底子好 跟你一样 不是特别特别简单 很快就可以做好 问一下上次那种 要做一天的 一斤面粉130克 白糖30克 油50克 泡打粉4克 盐2克 花椒粉2克 2克2克 我这个时候就是 三个宝宝都准备睡觉的时候 其实很不容易的 之前是小宝宝会先睡 大概11点钟就睡觉 睡到那个大宝宝要睡的时候 他就醒了 所以基本上 在家里面的时候 带孩子的话没有停的时候 但是这段时间 小布亚的睡觉时间非常体贴的 抱后挪了挪 就跟姐姐差不多时间 所以中午的时间就比较有空了 从鸡蛋黄一个 把它搅进去 把它搅进去 这个是熟的核桃 熟的核桃就是你可以去买那种 它炒熟的对不对 这样香一些 那这个熟的核桃是我最喜欢吃的 这个 鲸桃 嗯 嗯 就这样买菜 搅匀 然后捏捏捏捏捏成这个样子啊 然后开始弄成 黏妥妥 然后往上面压一下 然后这样压 然后这样压 压一下 后面有一点裂 没关系 你如果想把它弄得稍微裂成小一点 OK 每一个上面刷一点蛋黄叶 少许 弄点蛋黄叶味的是 一个是好看 二一个是它可以沾那个黑芝麻 嗯 而且也会好吃一些 好了 然后那个烤箱170度 把它热好了以后 那现在要把它放进烤箱了 好了 烤17到22分钟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需要上去看一下我女儿睡着苗 她们有的时候喜欢讲话 好 她们已经睡熟了 然后我去的时候她们还没有睡 她在这儿 两个人在笑来笑去 然后我去就说 嗯 我看是还有谁没睡啊 对不起 然后我觉得弄得很严肃 我会想起以前 我爸妈在门弄得很严肃的时候 嗯 好了 哇 是不是 核桃酥 好香啊 登登 嗯 嗯 听到没有 好酥哦 嗯 好香 好香哦 好吃 是不是 这个也太好吃了吧 我想要开了那种 后点店的 哈哈 快点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